因為我不是紅的 所以被他抹紅我也生氣 那些本來就紅的 抹紅怕是剛好而已 所以你覺得他本來是紅的嗎 不是嗎 不是幾桶的嗎 不是嗎 他就是進朱則刺嘛 進末則黑 今天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他下午是來到淡水老街 你可以看到的是他現在 正在淡水老街的廣場這邊 跟民眾合照 但是大家呢 現在也有注意到 其實他最近對於藍綠兩黨的對手 其實都是火力全開 尤其是他昨天他說呢 他每天都要問 侯友宜跟賴清德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呢 賴清德是說呢 他被柯文哲批評是台獨歸孫 這一個部分呢 他是不會回應 因為他認為這個是人身攻擊 但是現在柯文哲也有最新回 來看一下他怎麼說 這個涉及國家的前途 涉及台灣的未來你知道 特別要選總統的 你必須把你的政治立場說清楚 你到底要把台灣帶到哪裡去 這一定要講清楚 這不是不用回應 你不用回應 柯文哲你要回應全台灣的人民 這是這樣啦 因為我不是紅的 所以被他抹紅我很生氣 那些本來就紅的 抹紅他是剛好而已 所以你覺得他本來是紅的嗎 不是嗎 他不是極童的嗎 趙少爺 不是嗎 他就是盡朱則刺嘛 盡莫則黑啊 好可以看到呢 柯文哲其實他最近 這個回應也都蠻有火力的 因為他不但是質疑就是說 耐心的他可以不回答他的問題 但是耐心的必須要跟台灣人民來回答說 到底他要把台灣帶上哪個方向 至於他也被這個國民黨也批評 還有甚至是朱立倫 他是說呢 對於柯文哲質疑他們的黨產這個問題 柯文哲是說呢 他的資料隨時都可以準備好 隨時都可以公佈 好